刚才给大家讲的 咱们做个梳理 抬头 画龙点睛就在这 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时候 总共设计了这么几点 第一 咱们回想了一下以前的布局 以前布局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DIV 是不是离左边右边有多远 后来我们学会了另外一种布局 这么另外一种布局 是基于position等一个absolute 是不是来做的 是不是 position absolute来做 那如果是这样布局的话 左边菜单右边 右边的内容 是不是离两边有多远 我们是不是给它固定了 固定好之后 来各位这里说 它如果做后台管理的时候 我们右边的内容得设置个什么 overflow 是不是等一个auto啊 这样的话 它的内容只要一超出的话 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滚轮了 那这个滚动条出现之后 咱们看 左边的菜单跟上面的菜单 是不是永远放在这不动啊 咱们后台管理是不是一般是这样的 没错吧 这是后台管理 那紧接着说 那我们如果要想实现我们这个功能的话 那个右边的那个 overflow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给它去掉就行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左边的菜单 是不是永远在左边 就是 是这样各位 原来这种 那个布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因为上面这个是不是得出现啊 左边这边是不是也得出现啊 但是你看这次这个作业是 这次咱们的功能是 上面菜单我不要 不是作业啊 不要着急 不要心急啊 上面这个菜单我不要 是不是我只要左边的菜单 明白意思吧 也就是说 在这咱们搞一个定义 如果以后 你希望滚动滑轮的时候 要上面菜单 以及要左边菜单 在右边这儿 是不是给它加上一个overflow 是不是等一个auto 嗯 对 是不是 当你不想要上边的菜单 只想要左边的菜单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给它把那个去掉 去掉的话 是不是再自己做个改造 是不是就行了 这个改造 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大家做的改造 对 是不是 加发发发呀 对 是不是 是 是 OK啊 所以在这儿 咱们说就讲了这几个知识点 咱们做个整理啊 第一 回顾 后材管理页面的布局 不是 回顾这个布局 普通的布局页面 布局 咱们其实这个布局 这是一种方式 对吧 好 OK 第二点是咱们呢 咱们新创建了另外一种布局方式 就是利用咱们的absolut 对吧 absolut 但是这儿的时候有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那个overflow 到底用不用 对不对 是不是 overflow 如果是用上的话 那这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 左上菜单 以及左菜单 是永远是固定的 来 如果说 没有 没有这个overflow等一个auto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普通的页面啊 你只你 你超过了就超过了 对不对 全部撑出来 你滑动的时候 是不是我早点往上滑动啊 OK 这是咱们说普通的 那对于普通的 是不是适用于咱们这次改造啊 是不是各位 因为我们这次改造 是不是得让它固定 固定的话 是不是得有一个 离左边多远 离高 离上面多远啊 是不是 恰恰利用了这次布局的特性 我们就可以来实现这个功能 所以呢 我们这次的滑动菜单示例 就在基于什么呢 基于新布局 什么呢 无overflow的这个前提下 是不是我们给它做改造就OK了 但是做改造的时候 又有两个新的知识点 我们学了onscore 是不是有个绑定事件啊 onscore绑定事件 onscore事件 第一个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b score top 是不是 这是不是一个对象啊 选择器点什么呢 score top 是不是获取它的高度啊 滚轮的高度 然后你能不能给它设置啊 可以 那后边是不是给它设置值啊 100或者10或者0 是不是都一样的 OK吧 OK 在这儿 我没有给你举例 你要知道 其实类似的 如果左右出现滚轮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score left 是不是一样的呀 但是这个比较少见 对吧 score left是一样的啊 OK 那这是咱们说的这个score top 这个东西 那基于它 我们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OK吧 各位 OK啊 好 那大家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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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